精心设计的汉阳岭 确定了西汉地灵的基本形态 其布局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地灵第四集汉景地阳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汉王朝 公元581年 文帝阳间再次打造强随帝国 公元618年 高祖李渊再次开创圣唐版图 再次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再次形成伟大之城 十三古都遗迹 辉煌已存记忆 历时春秋更替 千年后人永迹 一座座城池忽然倒塌 一座座宫雀相继凋零 一座座地灵依然耸立 一座座宫碑清晰可济 王朝传承 华夏古都 昔日辉煌 新日奉献 西汉 地灵 这是一座规模浩大 结构严谨 岂是辉煌的帝王陵墓 它坐落于陕西省咸阳市卫城区 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 咸阳园上 它的名字叫做杨陵 杨陵的牧主人是西汉第四位皇帝 汉景地 刘启 宏大的汉阳岭 在整个西汉地灵发展史上拥有显著的地位 它承上启下 总结并完善了从西汉初年到汉景地时期数十年的地灵修建经验 基本确定了西汉地灵的布局范式 成为此后期待西汉地灵所遵守的建造标准 作为西汉王朝最重要的地灵之一 两千年来 一个又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始终绕着汉阳岭 令众多历史爱好者屈之若鹜 汉阳岭的规划布局 神似西汉都城长安 甚至于整个西汉王朝的版图格局 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究竟是无心的巧合 还是有意为之的谋划 汉阳岭究竟与汉景地刘启的帝王生涯 有着怎样的关系 它又是如何体现汉景地的精神意志 与国家战略的呢 所有的答案也许都深埋于这后世的黄图之下 而要揭开谜底 则需穿越两千一百多年的迷雾与风暴 从一场可怕的战乱开始 寻找答案 公元前154年 以吾王刘碧为首的七个猪战 渡侯王起兵反叛大汉王朝 战乱席卷了整个汉朝的东部地区 史称七国之乱 吴王刘碧起兵广宁 号称二十万之众 大军渡淮水西境 与此同时 郊西王响应武王起兵攻起禁逼林兹 赵王刘碧也约定匈奴联合反汉 东方诸王联兵反叛 大汉帝国危在旦夕 此时距离汉景帝刘起继承皇位 刚刚过去三年 历史上 刘起是文景之志的重要舵手 史学家推崇的盛名天子 然而 在他登基近三年之后 国家便由至入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 是促成七国之乱的直接幕后推手 他叫朝措 刘起做太子时 他曾认太子舍人 也就是太子的侍从 刘起继位后 着身朝措为御使大夫 位列三公至两千旦 这是汉代最高的官职之一 每当朝措与刘起 谈论国家大事 皆以薛藩为第一要务 薛藩就是薛楚汉初分封的 流姓诸侯王势力 将诸侯国的权力 收归中央政府 加强皇权 汉朝初年 汉高祖刘邦 曾大力打击 异姓诸侯王 到了汉文帝时代 异姓诸侯王已不复存在 朝廷又对同姓诸侯王的日渐强势 感到忧虑 但是汉文帝明白 此时要想彻底检出同姓诸侯王 中央政府还不够强大 汉文帝驾崩之后 薛藩的重担落到了汉景帝肩上 此时汉朝国立日盛 薛藩的时机是否已经来临 朝廷的意图很明确 那就是以雷霆之事快速薛藩 然而他的急躁 不仅引发了七国之乱的祸断 更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面对咄咄逼人的叛军 留起毫不留情的选择了朝廷 作为替罪养 将薛藩的责任全部推给朝廷 并诛杀之 实际上 留起身之 叛乱诸侯旨在夺取天下 而不是仅仅为了斩杀朝廷 杀朝廷绝非因为留起昏庸不明 而是为了揭露 而是为了揭露叛军野心的真相 朝廷祭祀 则叛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天下凶凶 天下凶凶 人心向背 其力在汉 刘起的弟弟 刘武的封果 梁国 是吴楚叛军 攻取洛阳的必经之地 遭到了猛烈的打击 面对气焰嚣张的叛军 周亚夫兵行轨道 不救梁国之己 而以清兵南下 断吴楚联军梁道 无奈之下 吴军被迫与周亚夫决战 结果一败土地 周亚夫派精兵追击 吴王刘弼 率败族数千顿走 退爆长江以南的丹土 不久死于冬月人之手 其余反叛诸侯也相继失败 七国之乱历时三个月 得以平定 同姓诸侯王的势力 受到致命打击 汉景帝借此 将诸侯国的权力 守归中央政府 加强了皇权 两年后天下大定 刘弃终于开启了阳陵的 营建工程 这是一座规模浩大的地灵 其奢华与宏大 无不彰显着西汉王朝 整整日上的不凡气度 而一生追求薛帆极权的流气 又会如何在自己的灵寝中 体现起至高无上的皇权呢 杨岭位于汉长安城的东北方向 是咸阳园上九座西汉地灵中最东边的一座 与汉高祖的长陵遥遥相望 杨岭的陵区位于精水和渭水之间 精卫在其东不远处河流 杨岭墓地选址勿求高长 已在防水 今天 岁月的无情清晰 已令人们 无缘得见杨岭 宏大奢华的地上陵区 但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挖掘 我们能够最大程度地 复原杨岭的地面景观 整个汉阳陵陵区 主要由地陵陵远 陪葬墓区 及杨岭义三大部分组成 其中地陵陵远 由皇帝陵远 皇后陵远 南区丛藏坑 北区丛藏坑 礼制建筑等部分组成 汉城秦职 秦仁上东 顾阳岭 坐西朝东 位于地陵陵园中间的建筑 是皇帝陵园 皇帝陵园正中 这个巨大的风土下面 就是汉景帝的地宫 根据汉代的理据 地宫的构造 应该是由子宫 皇肠提凑 辩访外藏国组成 皇肠提凑 是指西天子里藏史 官国周围 用木头雷起的一圈墙 上面盖上顶板 就像一间房子似的 皇肠强调的是材料和颜色 也就是黄心的摆木 提凑强调的是 木头摆放的形式和结构 也就是木头的端头向内排列 总而言之 皇肠提凑是用黄心摆木 按向心方式 致累而成的厚木墙 这是西汉最高里藏形式 多达八十一条 呈放射状的丛葬坑 簇拥着地灵风土 构成复杂多样的外藏系统 留起生前所享用的一切 都在他死后象征性的 安静陵墓 依旧环绕在他的周围 而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杨陵陵园的平面结构 竟然酷似 汉长安城 两者的成员全部都呈现 近似矩形的结构 而留起生前居住的魏阳宫 和死后所葬的地灵灵园 也都近似为方形 四面有墙 四侧各至一门 巧合的是 留起的皇后王志 生前所居长乐宫 位于魏阳宫的东部偏北 死后所葬的后陵陵园 也位于地陵陵园的东部偏北 两者极其相似 看来杨陵的陵园 极有可能模仿西汉都城 长安城的主要结构 皇帝陵 皇后陵 罗金石遗址 贫妃陪葬墓分别对应着 魏阳宫 常乐宫 礼制建筑 贫妃后宫 汉景帝将自己生前 在都城长安拥有的一切 复制了一份 暗藏于地下世界 希望死后继续自己的帝王生活 杨陵陵陪葬墓区分布在司马门外 一百米以东 东西两千五百米 南北一千五百米的范围内 有大小年代不一的陪葬墓园两百多个 其中探明的墓葬有一万多座 已发掘的有两千多座 这些陪葬墓整齐有序的排列在一百一十米宽的司马道两侧 魏为壮观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 西汉王朝的大多数王国 侯国 义 郡 尤其是当年参与七国之乱的七个王国 都在查安城以东地区 而杨陵的陪葬墓区也在陵园东侧 这很可能意味着整个杨陵就象征着西汉王 留起警示反叛之臣 要永远臣服在自己脚下 唯我独尊 皇权至上的设计理念 在杨陵的内内外外 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即便死去 也不放弃对权力的追求 这也许是刘起为自己规划地灵史 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胸怀大志的刘起 在生前承续汉文帝的施政策略 延续并发展了文景之志 虽然有引发战乱和斩杀大臣的污点 但它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这位是著名历史学家班固 汉书的作者 班固在汉书中这样评价汉代的文景之志 他说 汉景帝承袭汉文帝的治国理念 遗风易俗 使得汉朝出现了能够媲美周代 成康之志的文景之志 能够得到班固的赞誉 足见留起所获得的历史评价相当之高 汉景帝时期 西汉王朝经过近百年的修养生息 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 杨陵的修建持续了二十八年 可想而知 有多少矿石珍宝被封存在这个地下世界 这座奢侈的陵墓 不仅展现了大汉王朝的风貌 它的规划设计 也成为西汉地灵的一个标杆 阳陵之后 西汉地灵规矩基本定性 那么 看阳陵地下世界 会有怎样的惊喜等待我们 1990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进入阳陵陵区 先后发现了南区和西区两处从藏坑 每坑均出土了大量的彩绘武士用 和当时流行的各式兵器及战具 这难道就是汉景帝麾下所向披靡的那支强悍之师吗 同时 从藏坑中还出土了车器将军 军大右舱 军武库器 佐福等印章 这些印章均与军队编制有关 陶古学家认为 南区北区从藏坑很可能象征着汉军的北军 或者就是北军的左右两翼 是拱卫阳陵地下王国的卫戍部队 与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不同的是 杨陵汉俑平均身高只有62厘米 面部表情显得平和而从容 这些陶俑原本有丝或布博制成的衣服或铠甲 以及可以活动的木制双臂 但服饰与双臂因年久而腐朽腐烂 出土时就成了裸体 除了陶俑 杨陵中还出土了大量形态各异的生火器具和陶制家畜 他们无不展示着汉代社会生活面貌的方方面面 这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 在汉景帝流起的带领下 西汉王朝正意气风发的向着他的巅峰狂奔而去 不仅如此 杨陵在规划时 甚至将国家的政治机构也照搬进了幽名世界 在杨陵的御府坑中 出土有宗正之印 大官之印 岛官之印 永相臣印 甘泉仓印 别赃官印 患者臣印 冬至令印 屠府印等 多枚同印章 与封移 说明 御府所藏的物资 都是经过西汉朝廷有关机关的检验后所封的 从而证明了 汉朝中央政府多部门参与地灵工程的事实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从藏坑共同反映出西汉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转情况 在杨陵中 军事、经济、政治领域的一系列随葬器物 逐渐修正并丰富着金人对西汉时代的认知 誓死如誓生 这一古人普遍遵循的信念 在汉景帝身上得到了又一次完美的展示 纵观整个汉阳岭 一个野心勃勃且心思缜密的幽冥帝王正向我们走来 他深爱着自己的国家 并为这个国家的蒸蒸日上耗费了一生的心血 作为皇帝陛下千秋万代的大事 杨陵的规划、设计和建造 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之一 那么究竟是谁规划并设计了杨陵 又是谁主持了这个浩大的工程 我们只能根据一些历史信息来猜测这些规划设计 与主持建造者的身份 《史记》记载 秦始皇则令丞相李斯督造秦始皇陵 那么承袭了许多秦代典章制度的汉代 很可能也是由丞相来主持帝陵的修造 此外 后汉书《百官志》中又有这样的记载 《江座大将》 《江座大将》 《成秦》 《与江座少父》 《景帝》改为《江座大将》 《掌修作宗庙》 《入秦》 《宫室》 《灵人土木之宫》 看来杨陵的规划都建者 当为时任丞相和《江座大将》 汉景帝时期的《江座大将》是谁 今天已经难以知道 但前后几任丞相却一目了然 他们分别是 深屠家、陶青、周亚夫、刘舍和魏丸武人 深屠家在任仅一年 可能只参与过杨陵的初期规划 陶青担任丞相五年 可能主持过杨陵的初期建设 周亚夫、刘舍与魏丸 三人为相期间 杨陵的工程持续深入 一座辉煌的地灵逐渐形成 杨陵的规划者和主持者 或许可以由推测得出 然而具体的灵墓修建者又是谁 一群地下的幽魂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谜底 1972年春 在距离杨陵地灵风土西北方 1.5公里处的一处遗址中 发掘出许多带着铁钱、铁地等刑具的事故 专家推测 这里可能是修建杨陵时 因各种人因死去的铿钱行徒的墓地 这些行徒生前就是修建杨陵的工人 于是这处遗址被命名为 汉杨陵前途墓 据推测 据推测 修建杨陵动用的行徒数量达到了数万人 汉景帝时期的人口不过四五千万 数万人的行徒数量 给文景之志的安定景象 平添了一个沉重的柱角 汉景帝时代号称浮英黄老、青瑶伯父 但浮行人员如此之多 是否照示着深刻的社会矛盾 正在暗中酝酿 遗憾的是 历史的真相依然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 净土修造了二十八年的阳岭 保存了下来 沉淀着一个王朝 古老的回音 给后来的人们 带来了无尽的遐想 汉景帝在积极谋划自己的地下帝国的同时 也在默默安排着汉朝的明天 然而 他的立处之路十分曲折 甚至一度被迫要传位给自己的弟弟 梁王刘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汉景帝与梁王共同的母亲窦太后 素来喜爱小儿子刘武 有意让刘起立刘武为皇太帝 百年之后传位于他 面对梁王之危 刘起没有束手待毙 一次 他在宴席上见到窦太后的侄子窦英 心生遗迹 故作罪太说 朕千秋之后当传位于梁王 都应为人耿直 立即以仁臣之礼祖宗法度 施则留起 留起 留起暗系 不不允许传位于梁王 这个借口足以堵住太后和刘武的口 这个人叫袁王 帝王 也是一位极有法度的大臣 为了立处之事 袁王 面见太后 言辞恳的重申 不可传位于梁王 太后虽然心中不悦 却也只能知难而退 刘起的立处问题之所以棘手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没有嫡长子 刘起一生有过两位皇后 伯皇后是她的原配发妻 但未能生育一字 因此刘起只有立即所生的长子刘荣 也就是庶长子 既无嫡长 刘起便以庶长为尊 封长子刘荣为太子 自古以来 无子的皇后其位不稳 未定朝纲 刘起废除了伯皇后 然而是否要将刘荣之母立即进位为后 刘起有无疑不绝 刘荣的地位并不老固 刘起为太子时得到一名宠姬 名叫王智 甚得刘起的喜爱 王智欲有三女一男 儿子名叫刘荣 为皇十子 刘荣聪明隐悟 朱皇子莫能及 刘起十分喜爱这个小儿子 封他为焦东王 据说王夫人生刘荣时 曾梦日入怀 在古人看来 这不至为刘彻 日后登基为帝的天照 刘起身知 自古夺权乱政 骨肉香残的事情屡见不鲜 因此他借生病之际 假意将朱皇子托付给立基 以此来试探立基是否有母仪天下的嫉妒 谁知立基仪仗太子生母的名分 竟对刘起出言不逊 不肯照管朱皇子 令刘起十分不悦 某日朝会 大行令以母仪子贵为友 奏请册封立基为后 刘起大怒 以祸国乱政之罪诛杀大行令 废太子刘荣 改封临江王 然而 刘起不知道 背后策划这件事的 乃是看起来 与世无争的王志 王志 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 与刘起的姐姐 长公主刘飘 结成儿女亲家 为谋求一个 君临天下的机会 而用尽手段 他通过自己的兄弟 田粉等宫外关系 游说大行令 奏请 为立基丰厚 看似大度谦逊 实则阴险毒辣 立即失宠 王志即将进位为后 最终 刘起选择了刘彻 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在不久的将来 刘彻将成为大汉王朝的 汉武帝 也是汉朝 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并开刘彻 并开创汉代 最辉煌的鼎丰盛世 身后之事已定 刘起也即将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 公元前一百四十一年 刘起崩于魏阳宫 宏大的葬礼持续了整整十天 一体随后葬入阳岭 多年之后 他的皇后王志也将入葬这里 到那时 杨岭将真正完工 今天 这座规模宏大 布局合理 保存完好 内涵丰富的地灵 鲜活的向人们展现着 西汉文景之治时代 雄魂壮丽的社会风貌和文化气息 在这一座地灵身上 我们仿佛能够秀出到历史的余韵 感受到汉家天下曾经的伟大与壮阔 汉阳岭是西汉地灵中的代表之座 也堪称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的佼佼者 而这座地灵的主人 汉景帝刘起 一生的经历跌宕起伏 他平定叛乱秦政爱国 发展了西汉王朝的国力 他追求中央集权的思想 为日后汉武帝的辉煌铺平了道路 他的地灵充分体现他的治国之心 而他的文治武功与千秋功过 今天的人们又该如何评说 也许刘起本人也无意深究 他只是静静地躺在这片土地之下 这里曾是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大地 如今千花喜尽残阳散去 只有寂寞的荒草伴随着这位古代的帝王 这就是汉景帝刘起的地灵 阳灵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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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今生沉飛揚 风雀残缘在身旁 你我像个黄土剑 往事都视线感叹 悲花悲雪 飞舞飞烟 流存世间千百年 不舍不鸣 不时不轻 心无挂念 惊惊念 心无挂念 惊惊念 心无挂念 惊惊念 心无挂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